应该是蚁蚊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还记得这五只小家伙吗 现在就剩下四只了 有一只送人了 那天有鸟也过来掺盖我的小鸟 然后我就送了一只给他 这四只我发现有一只生病了 就是这一只 他眼睛周围的蚁毛都掉了 好像是长血了 来把它放出来看一下 就这一只小家伙生病了 他眼睛周围的蚁毛都掉了 好像是长血来了 仔细看他的眼睛 周围的蚁毛都掉了 长了一块一小块一小块的东西 这小家伙从来没有放出来过 放出来他也没有乱飞 喜欢在我手上玩 平时我一把手放到笼子里面 他们就跑到我手上 其他三只没有生病 就这一只小家伙生病了 之前小绿蛋松了那么多鸟宝宝 都没有发现松过病 像这种松病我也是第一次医见 可能是跟俊青有关 体质弱了 讲了这么多第一次医到松病 来别动 看到没有 他眼睛周围有一块一块黄色的小斑块 得给他擦一点药了 还有他的蚁多我发现也有问题 这边没事 好像是这边 来别动 别动 别动 看一下 对就是这边 看到没有 跟眼睛那里差不多 应该是蚁元 这个是白凡士林 他的眼睛里给他擦一点白凡士林 来别动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些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用这个东西 别动 别动 踩到眼睛上了 别动 这边也擦一点 别动 不能吃 这个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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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配合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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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你治病 别动 别动 再给你治病 那个黄色小斑块 一插就掉下来了 别动 别动 再给你治病 对了 好了 还有矮朵 还有矮朵呢 这矮朵这里先用消毒 要给他洗一下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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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斑块 一插就掉下来了 还挺乖的 可能插他舒服 他安静下来了 这第一点钥匙 好了 连续给他插三天 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 放他回去了 我们三天后再看效果怎么样 关上了 刚刚又到街上去买了这个DAA 得用这个DAA 来别动了 那